清单,也许当然就做一二三四个啦,如果你将来要做更多,但什么呢,里面还有什么 其他栏位日期那个应该也可以啦,建档日期,只是说你要给他一个range 就像那个实价登录里面那个,有一个起始跟结束的 因为那个日期必须要,假设一般都是介于哪个range,所以要给两个条件 那这个当然比较麻烦一些,你可能在清单里面必须设定 就两个,一个什么呢,建档日期,起气 OK,那他就查了之后会起气,只是你可能要想一下 那个到底名称要怎么给他啦,好,然后 最后的话就是建立一个什么,启动表单,那比如说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选择那个业务的话按确定,他会自动帮我 在底下怎么样,建立我要的,会先删掉旧的 再新增新的,那如果我要什么产业别按确定 那你会发现的下面呢,会自动产生,把旧的删掉 产生新的,而且各位有没有发现,在最下面这边有一个叫什么 这个地方有没有,也会产生什么,目前进度 总比数6笔,进行到第几笔 如果说像比较多的,像什么,业务名称你们按确定 你会发现了这个跑,他总共155笔 就至少会让使用者知道,你现在下面有一个东西在跑 至少会比较有那个感觉,不然的话有的时候跑比较久 使用者会觉得怪怪的,不知道跑到哪边,按确定 删掉,重新再来,类似有这样的效果出现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要怎么做 另外就是说,他们同样假设有四个栏位 那四个栏位,当然你可以做四个不同的方法 有没有,四个做四次可不可以 可是有没有办法,就是像之前讲的 诶,其实筛选,批次筛选跟上上个礼拜讲的筛选 也都可以什么,有一样的地方 那是不是说我干脆就改成同一个共用的方法就好了 那将来借由什么,传递那个引述 去改变里面的那个,要查询的 就不用全部重新改,只要改到两个地方就可以了 跟那个筛选,有没有,有没有 之前有讲过有个传递参数的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直接再按确定 就可以得到我们要的效果了 不过这边好像有漏掉一个就是说 其实这边应该下面应该还多加一个所谓的Progress bar 就是说按一下它,它会有个进度,跑板是多少 那这个我这个范例里面是没有demo,也许这个可以再加上去 但是,我顺便讲一下,就是说之前我们的前 之前有同学是反映就是说,那个Progress bar 会有个问题,什么问题 我这边应该这个这个范例里面是有 这范例里面是有做好的 在Progress bar 还是我用云端这个画面给各位看 就是这个东西 这个就是Progress bar,有没有 我这边有个箭头 是从这边加进来的 但是后来我发现有同学遇到状况,什么状况呢 他在这边上课的时候是OK的 回到家就不OK了 就是这个Progress bar 为什么呢?后来我发现一个问题 因为这个Progress bar不是属于原来就有的 我们是把引用进来用 虽然可以引用 可是它会有个问题 引用进来的东西 因为这个是以前VB的东西 旧东西 在32位元环境底下执行没问题 可是好像在64位元环境下执行 如果你灌的是Excel 64位元的话 就发生错误 后来百思不得其解 因为同学说 老师为什么都会有问题 后来有一次 刚好我的环境变成 我把它改灌成64之后 一直行 果真发生问题 我才知道 原来 因为Office也有分32跟64 应该各位 安装的时候 应该不知道有没有特别注意 如果你的是Excel 64位元环境 那很抱歉 因为这个东西就没办法执行 所以后来 为了这个东西 我就把它改了 也许我们不要Project Bar 我们可以用哪一个 用控制箱里面本来就有了 用这个都不可以 这个A有没有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这个 这个就标签 你想说标签可不可以做出那样的效果 可以 没有问题 怎么做呢 非常简单 第一个你给它涂颜色 刚开始的时候呢 你可以怎么样 刚开始部分的话 你可以 把它的宽度设为0 然后呢 等到它每跑一次 你就增加它的宽度 增加它的宽度 让使用者看到 它有改变的也改变改变 最后呢 跑到结束就最宽了 但是这里面可能要做一点点简单的计算 应该不会太困难 这等一下再来跟各位讲一下 OK那请各位先试着 把刚刚的部分已经完成 明天下课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来看后面的部分 那如果批示查询业务OK的话 再来应该可以怎么批示查询 比如像清单里面 什么产业别 产品 你客户名称 那一般你可以做啊 那如果你对于城市不太熟的话 那不外乎怎么样 把批示筛选业务怎么样 选起来 好 然后做什么呢 复制 然后把它改一下 改成什么批示 从这边到这边 Ctrl C 那你可以怎么样 把它改成批示筛选什么 第二栏是产业别 那你贴上之后的话 这边把它改成批示筛选产业别 好 那不过特别注意啦 以后好 如果你有这种很多的方法 长得很像的话 最好还是怎么样 把它变成共用方法 好 不过慢慢来 因为我怕有些在 这已经越来越复杂了 这越来越复杂真的很花脑力啊 那其实这些东西怎么产生的 其实我也是花了很多时间 我不是说一下子马上我就会 我不是天才 只是说我花的时间比别人更多 这个台上可能讲那几分钟 台下可能花多少时间 那没人知道的 那所以你不要想说 老师这东西我怎么学都会 你讲一下过去的 我们还要弄很久 没办法 这东西是要花一点时间的 好 它不会凭空 就会进到你的脑袋里面 好 但是你当你用得很熟之后 你就会回不去了 为什么 你就不会再去想用那种 呃就是 手工业啦 就是像那个工业时代 你像 为什么 早期那个 你没有工业时代的国家 就非常惨 像满清末年 为什么这么惨 因为人家早就工业化了嘛 你都还在那个农业时代 当然你怎么跟人家比 对不对 所以竞争力 当然比不上人家 那现在也是一样 除了比什么 工业化之外 还要比 比那你的那 就是 使用数据的那个能力 所以为什么 那个欧巴马说 大数据 是未来的那个石油 你要从大数据里面 可以开采出很多的 如果你可以从大数据里面 捞到的东西 那都是精华 可是你必须要一些方法 好 这些方法的话 就是我们现在学的东西 你怎么快速的把资料产生 那也就是说 你不是人去做了 是电脑帮你做 你只要把层次写好 按个按钮 甚至呢你可以 利用application里面有个什么 有个时间嘛 有个什么 application 这个 这个里面 application点 它有很多的那个什么 我记得它有一个那个 on time 它有一个什么 有个on time 有没有 它可以在什么时间的时候 去帮你做什么事情 也可以啊 就是 变成 其实以色尔 这可不可以当成机器人使用 也可以啊 这个on time呢 可以是一段时间 也可以是一天里面的什么时间 它会自动帮你做什么事情 那你只要 也只有是在电脑里面是被开启状态 它就会自动帮你去做了 好所以其实你可以去想啊 很多地方你只要设计好之后 它就会自动帮你做了 那如果你甚至你可以去连结 像智慧型手机啦 或者是像现在不要说 物联网啊 随时随地可以帮你做很多事情 那这个时候你可以多很多时间 可以去处理你更重要的事情 OK 好那这边我们继续来看啊 筛选产业别 要改哪些地方 会不会很困难呢 其实啊 从头到尾 这边不用改 这边不用改 这也不用改对不对 要改的话应该是改这个 本来是A对不对 请你改成多少 改成B嘛 对不对 然后这边呢 清单的部分 把A改成B不就好了 A改成B 好改完了 再来怎么样 其他还要改哪里 这边3改成什么 改成4 还要改什么吗 好像就改完了耶 所以基本上 如果我说你今天呢 把P4筛选 改本来是 业务 要改成产业别的话 只有改1 2 还有什么 3 还有吗 好像没有了耶 改完了 OK 所以基本上呢 如果 那其实这个 B两个是共通的啦 你可以把它改成叫清单好了 OK 所以这边的话 可以两个参数 这个是一个数字 这个是一个字串 看哪一栏 所以呢 也许改两个参数 这个等下再看 我们先实做看看 如果说你做完之后 你有把握的话 你就可以直接执行它 会不会变产业别出来 我们试一下 如果你没有把握的话 你可以设中断点 比如说这个地方执行 然后它会去筛选 然后我试一下 这个X我看取得什么 金融业没错 然后去筛选 筛选第四栏 没错 然后其他应该没错 没错的话呢 基本上我就把它执行过 那你会发现金融业全部 我看一下金融业 有没有 有 资讯 然后政府 这些都有 OK 那当然你有同学想说 老师那这个产业别 这一栏 我如果说 感觉好像这个已经是金融业了 那这边又是金融业多一个 那我可以把它删掉 当然可以啊 你就是到时候你就把 这边会需要一个物件名称 叫colors 有没有 colors colors 刮胡 第四 点delicator不就好了 其实它的逻辑都一样 哪一栏 你就把它删掉就OK 那就可以少一个 那如果你要翻移位置的话 colors 里面有个move 也可以移动 你看一下把它移动哪一个 反正位置移动都可以 没有问题 好那做完之后的话 产业别OK了 那产品应该也一样嘛 客户名称也一样 所以基本上 如果遇到这种共用的话 你可以怎么 叫做P字筛选 不要叫产业别 叫P字筛选 然后也许你会给需要 两个参数 一个参数叫清单好了 也许我这给他一个名称 然后另外一个参数叫做 蓝 也许我们之前叫什么 叫蓝位吧 哪一个蓝位 那如果说你要让使用者知道说 要给什么资料的话 你可以一个是s string 一个是s s integer i n 打个i n integer string是字串 integer是一个数字 整数 一个整数的意思 那如果说将来呢 你要P字筛选 业务 P字筛选 什么东西的话 那以后这些都不用了 就把它给delete掉了 你里面就放什么 P字筛选 然后就call 然后刮符 p字筛选 那就直接call什么 callP字筛选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P字筛选 筛选 刮符 他会有清单 那清单我就给他A 因为我在清单里面是A蓝 然后逗点的话呢 查的话是查第三蓝 那P字筛选业务就做完了 那P字筛选 那个产业别 那这边的话改成什么 P字筛选 产业别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改成什么 改成B 这边改成什么 改成4 然后再来就是P字筛选的话 就是还有什么 产品 所以这边的话P字筛选 产品 然后这边改成C 这边改成多少 5 然后再来就是P字筛选 客户名称 因此类推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很快的 可以把我们要的给做出来 客户名称 然后这边的话改成D 那查的话应该好像查什么 12蓝这样子吧 这是总表里面的查询 它的蓝位 应该是L应该是12吧 应该我记得没错 好那做完之后的话呢 当然你可以呢 让它直接去P字筛选 直接去按按钮 不过你会有好多按钮 但是这样按按钮感觉 没有像清单的那么清楚 所以如果说我今天呢 最后做完之后 那我可以再增加一个P字筛选 筛选业务之后的话 可以做一个P字筛选 然后有个清单 as string 栏位as integer 这个我刚刚做的 然后传过来之后呼叫他 所以有个P字筛选业务 我多一个2 你这个2可以拿掉 没关系 然后有一个产业别 然后有四个栏位 最后如果今天希望新增一个清单 这个清单是下拉之后呢 可以有一个选项 让使用者点击之后的话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我想各位先把那个 刚刚的P字筛选 改为那个共用的 特别是我这边是改成 共用的一个方法 把画面先还给录一下